大阴天啊 今天 这两天哈尔滨没说吗 这个天气也是变化不长 现在是有一路的这个实时路况 车还是很多呀 往场上人不多 都是一走一过 散步的 咱们群里接一个大姐 今天没说吗 这大道上咱们往这个群里来 人真少啊 看这个雾气糟糟的 这一天 这就是咱们哈尔滨现在的这么一个现状 实时路况 有一些路人还是非常少的 前面这雾可真大呀 这又烧结杆呢还是啥呀 冒一天阳光明媚 冒一天咱这个粉尘特别大 看一看这个车 咱现在到这个群里了 咱正在找一个姐 哈尔滨啊 就是这几年就是疫情之前 只要有点钱的有点实力的 都争不在这个群里买点房子 你看看这车 房子能买起车位买不起 这车全是在这个大道上边上 前面你看不看见像沙尘暴一样 感觉像海市蜃楼 大家晚上好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四十 现在咱们的位置在菜一街 送了一个乘客 今天机场这个活还行 最近咱今天一共跑了五单活 两趟机场三趟市区 咱们再等一会儿 看看还能不能有一趟回到里的 就不用空跑了是不是 咱们最近就是哈尔滨的这个油价 92号汽油 8块7某1 这个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这个特车 就是长城小马拉大车 这个发动机是1.5T的 车壳子特别特别沉 咱们今天拉的乘客是四个人 真的反正我觉得 这一趟就几乎没挣钱 但是往往就像这样的一个单 都能有惊喜 真的 反正我感觉特别暖 这个大哥临下车说 弟儿 今天我们人有点多 正好咱没吃了的 看啥 八宝粥 给我拿了一个 咱之前在机场 正好用热水泡了一下 现在还温雾呢 咱哈尔滨现在气温 是零上十度 晚上是零上十度 没有咱们南方那么热 现在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 挺好 对于咱们发货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天气 你看咱们大棚里的菜 可能现在慢慢要出了 但是大地现在还没种呢 像什么黏玉米 或者是笨包米 反正像我家的蔬菜 现在都没种呢 因为节气还是不行 有的小伙伴说 你看现在花都出来了 这草现在都拱出来了 绿了 但是对于咱们种农作物 现在还不到时节 但是也快了 现在我拿了它 之前是烫手 现在就是温雾了 还挺好 算是对我的一个奖励吧 昨天发了咱们这个 被南京的一个买家给坑了 好多咱们家人为我打爆破评 真的 我特别特别感动 好多家人说出了很多 就是我未来需要怎么做 也有很多家人为我 就是说非常气愤 就这个事 应该把它曝光或怎么样 其实我也想过 我把他的手机号发出来 因为我换了好几个电话号码 给他打 他都不接 就是我真想把他的电话号码 发到咱们这个有群 咱们有很多个群 想发一个群 两个群 让大家帮我打电话 问问到底什么原因 但是我后面一想 算了吧 就是说如果我发了 可能会起到这个连锁的反应 也许有人帮我转发 也许有人帮我 就是说很多人会帮我打电话 这样呢 就是说他这边 肯定也会很困扰 不是说咱们好心 我怕这个事闹大了 毕竟是15块8毛钱的事 对不对 可能是这个15块8毛钱 能看住他的人品 但是我绝对不能因为这点钱 但是呢就会造成后续的很多麻烦 就是吃一个亏 长个教训没 对不对 毕竟现在还是好人多 你看今天咱拉的这个四个人 虽然是就是也是一趟活 咱们也是必须得拉 但是人家呢 就是说顾客呢 就感觉不好意思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人和四个人都是一样的 收的是一样钱 但是人家这大哥呢 就觉得啊 是不是废油了 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似这一个八宝洲不起眼 但是啊 对于凌晨没吃饭的我呀 太重要了 真的 就是最起码热乎啊 是不是啊 暖心 人家不给你咋的呀 应该应份的你拉人家 毕竟你挣人这份钱了 对不对 哎 反正我就觉得啊 这人呢 还得还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对不对 就是帮你是人情 不帮你是本分 给你呢 就是说是一种恩情 不给呢 也没啥毛病 嗯 一个小事就能看出一个人品吧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就是这个十头块钱 我就当 手抽一盒烟 我那一盒十六 是不是 就当丢了 但是呢 要是说 真要是把他的这个 个人信息要发到这个 媒体里啊 或者是一种 一种媒介里 也许他就会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效应 嗯 哎 算了 其实今天好多咱们家人呢 就有一段时间 都没给我评论了 他们也说 其实我在一直在 默默地关注着你 支持着你 心里话 我总愿意说真的 我真的特别暖 这个心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人呢 就是亲近朋友 越来越少的时候 人嘛 就是到成年了 我就个人觉得 我现在可谈的人呢 可聊的朋友特别少 就那么几个 就是亲人呢 有的时候 都不是说 总会来往 但是呢 就是咱们这个 金日头条 西瓜视频的这些 粉丝啊 网友啊 无时无刻 不在关注着我 平时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 有的时候真的 他的那些一番话 你算了一百多字 有的时候几十字 就是说的 真是被我 说了很多话 也说到了我心里 当有这么一个力量 或者一个群体 在默默地支持着我 在鼓励着我 有的时候 真的很让我 倍感亲切 怎么说呢 就我在网上啊 带购这个 咱们哈尔滨的特产呢 也马上一年了 收获了很多 咱们就是东北人呢 或者咱们哈尔滨家乡人 在南方 十四亿人口 真是一种缘分 所以说 这十五块八毛钱啊 让我能看清了一类人 但是呢 我也收获了很多 很多关系我的人 我觉得挺值啊 我也不会说 拿没有的事 来撒谎 来编故事 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有的人呢会说 为什么你总能经历 这些东西 其实用这么一句话说 可能大家就理解了 就是我接触的人太多了 不论是我拉伙也好啊 还是说我给大家 发货也好 我接触的人太多了 我被骗的几率 或者被坑的几率 也会比一般人要大 是不是啊 因为每天 我接触很多很多人 所以说呢 我会有一些 很多很多的事 也不是说多么离奇 但是呢 确确实实 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有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我每天 需要开车 拉活 也没有那么多悉心事 所以有段时间 视频的这个质量 也确实不好 也请大家理解 也有很多人呢 真是 就是我的视频 真是 说你的视频 真是不咋地 但是我就想等你的视频看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真的 真心的感谢啊 真心的感谢 先揍一会 喝完这个 再等一会 要是能有单呢 尽量就是说 就起码不空泡 对不对 要是没有 就回去了 其实啊 这个我不想打开了 也不是说的 那种酸不辣鸡的舍不得啊 就是我就想 拿回去 或者是有的时候 应个急早上喝一喝 是不是 但是我有点低血糖 就是有点迷糊了 迷糊了 这个喝完了之后 能好一些啊 我现在是109斤啊 有的时候洗完澡 要是泥多催了点 有的时候108斤 要是 我要把以前的照片翻出来 其实我以前 我以前不是这样抠了眼 就是现在好多人说我 现在成欧式了 这个眼眶子都凸出来了 眼睛凹进去了 其实以前我也不是啊 就是这几年瘦完之后 这眼睛塌陷了 你知道吧 那双都出来了 以前哪有双眼皮啊 现在那双都出来了 我们老安家没说吗 没有一个是双眼皮的 现在整的我现在成双眼皮了 这也不是说 我穷的吃不起饭 有的时候是真的没时间吃饭 比如说在道上 你在某一个地方 你说也没有盒饭的 你说饭店现在也不开 所以说呢 就能在哪 将一口就将一口 出租车大哥应该知道 就是吃饭呢 从来我们不会应食 也不一定说 就在哪吃一口 可能也就是不吃 真是一种常态 有好多阿姨啊 就说真的 乐乐爸爸我挺心疼你的 就是说你应该回家 吃一口这口饭 但是很多时候啊 人呢真的就是 你不能左右你自己 也不能左右这个家庭 既然选择了这个配偶 你说这个媳妇就这样 怎么办呢 就只能说 哎呀 为了孩子也好 为了怎么样也好 先把这个家过起来 对不对 撑起来 这些能忍的就先忍了 是不是 毕竟孩子现在还小 有一些事 往生了说就没意思了 没办法 就是 怎样咱自己选择了呢 对不对 嗯 这个八宝粥 白说不说的这个甜度 我反正我挺喜欢啊 因为我的低血糖 有好多人家人 可能就是 有三高的什么的 对着晚上肯定不愿意吃 我要是不饿的时候 也不愿意吃它 太甜了 但是呢 就是有的时候 迷糊的时候喝完它 真的马上就有用 真有用 明天啊 又要给大家去 带过红肠了 就攒那些特傻 咋说呢 就是 宁愿别人付我 我也不会坑别人害别人 毕竟这种人 特别特别少 就是一句话 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真的 我不愿意用 龌龊肮脏的心理 来想别人 就是 只要不亏太多 真的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这一趟趟的 你看出租车大哥 六伙呢 我一会儿看看 要有就拉一袋 没有就回家了 每当深夜啊 就是 我们这几个身影 最为频繁 是送餐的 现在几乎都是送餐的 还有出租车大哥 再一个就是我们 今天就这么着了 回家了